亚冠 队中超球队来说 已经好几个赛季没有再次燃止过冠军了 巅峰季的恒大拿到过两次 而说到恒大在2013赛季首次拿冠军 必须要说到当时的两名外援 一个是孔卡 一个埃尔克森 孔卡被称为剑体之盟 埃尔克森被称为爱神 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秀谁更惊艳 在北京时间9月6日下午 亚足利亚冠联赛官方微博 发布了一条信息 谁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的处子秀 最灵密洗出望外 是卡龙 还是埃尔克森 还是保利尼奥 抑或是门杀 并附带了一个官网上的投票链接 官网四候选人 保利尼奥和爱神入围 两人也都和恒大有关系 一个是现任 一个是前任 那么 到底谁的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秀 更惊艳呢 我们先来看看埃尔克森 2013年8月21日 20点 背景时间 埃尔克森迎来其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秀 面对卡托尔球队来赫贝亚 第76分钟 埃尔克森接到孔卡庙传后破门 恒大2比0 次回合比赛 埃尔克森更是暴走 两个进球一个助攻 恒大4比1打胜 两回合比赛 埃尔克森打入三个进球以及一次助攻 再来看看保利尼奥 2015年8月25晚北京时间 恒大客场面对白太阳神的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上半场比赛 保利尼奥轰入了一击40米外任意球世界波 帮助球队3比1完胜 四回合 恒大1比1与对手占平 总比分4比2竞技 两回合比赛 保利尼奥只打入了一个进球 没有埃尔克森的多 但他的那小世界波 至今让很多球迷印象深刻 资料图在保利尼奥和爱神之外 还有门沙和卡龙 入选了4人候选名单 对于门沙中国球迷可能有些陌生 但对卡龙 鲁能球迷可就不陌生了 卡龙的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秀正式对阵山东鲁能 当时卡龙效力于伊蒂哈德 2005年 首回合 鲁能主场1比1与对手占平 但对次回合鲁能各场2比7不敌伊蒂哈德 总比分3比8被淘汰出局 此外 鲁能主帅图拔 队员正直和巴西先后被拔出场 在两回合比赛中 卡龙表现出色 那么 如果在保利尼奥和爱神之间选一个 亚冠四分之一决赛首秀谁更惊艳